开启犯马之血的勇次郎实力究竟有多强 即便是号称无敌的一拳超人 在他的面前也是不堪一击 可就在刚刚 勇次郎还被齐玉单手暴虐 见此勇次郎变得更加愤怒 他跃至空中对着齐玉的脑袋就狠狠地一脚踢了下去 恐怖的力量直接将地面踩出个大坑 但是齐玉却没有受到丝毫的伤害 甚至还在坑里打起了磕身 勇次郎人都傻了 但很快他便再次向齐玉发起了攻击 可结果却被对方轻松躲开 而此时经过两轮的交手也让勇次郎明白 如果想要从正面打败齐玉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便开始围绕着齐玉快速地转圈 但是对于这种把戏 齐玉连眼睛都不用睁开 当勇次郎准备再次出击时 可结果却被齐玉一个眼神给下腻 如果刚刚那一击打下去的话 那么自己肯定会被当场干点 而此时的齐玉也被勇次郎彻底进入了 这个地表最强人类终于要用出自己的真正实力 见此勇次郎兴奋不已 他猛地跃至空中翻转两圈半 对着齐玉的脑袋一脚劈下 可令勇次郎意想不到的是 迎接他的竟然是齐玉的认真一拳 仅是一拳勇次郎就被打飞到了月球 而此时的齐玉恼怒不已 如果不是勇次郎三番五次的阻挠 他也不会错过楼下超市的大手段 而另一边的勇次郎已经被打得晕死过去 可突然一个巨大的神秘虚像出现 看到勇次郎如此的拉近 神秘虚像决定将自己的力量传输给勇次郎 而此时在地球上的齐玉正打算离开 却突然看到一个如同女士般的身影从天而降 此时齐玉也发现了勇次郎巨大的变化 他的全身都被强大的电流所包围 就连皮肤都变成了红色 而这便是勇次郎觉醒泛马之力的最终形态 虽然齐玉挡下了勇次郎的一脚 但是接下来勇次郎的攻击 就连无敌的齐玉都察觉出了一丝危险 此时勇次郎的腿被强烈的电流包裹 接下来他将踢出有史以来最强的一脚 仅仅一击齐玉就被踢飞了数万米 可勇次郎的攻击并未停止 他快速地来到齐玉的身后 对着齐玉的脑袋就狠狠地一拳砸了下去 看着陷入地面的光头 勇次郎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什么地表最强人类 在犯马星人的面前都是垃圾 然而就在勇次郎准备离开的时候 可即便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 勇次郎却仍旧树立在原地 就在齐玉下定决心 准备将勇次郎像怪人一样消灭时 勇次郎动了 他以肉眼无法看清的速度来到齐玉的身后 可迎接他的却是齐玉的无情肘击 强大的力量直接将勇次郎击飞了数百里 直到壮大了小山才勉强停下 而此时的齐玉在勇次郎的眼中 就像是一个等待他爱抚的漂亮妹妹 齐玉在此发起攻击 狠狠一拳命中勇次郎的面容 然而齐玉的攻击越是凶脑 勇次郎的内心就越是兴奋 而齐玉也是如此 勇次郎的强大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兴奋 接着勇次郎的身体化作一道红光 向着齐玉飞速地冲了过去 然而他的攻击却被齐玉轻松挡下 无论勇次郎的攻击有多么努力 在齐玉的眼里都如同慢动作一般 但是齐玉的普通一脚 却是将勇次郎的肋骨直接剃断 这个曾经一拳打停地震的猛男 如今却被齐玉一脚踢进了地心 当齐玉上前查看时 勇次郎已经被打回了原形 看到对方已经变回人类 齐玉也没有了战斗下去的地牢 然而就在齐玉准备离开时 勇次郎却又重新站了起来 他无法接受自己输给了一个人类 但是齐玉当当的攻击让他很享受 经过这场战斗的他已经迷上了这种感觉 可齐玉却对此毫不感兴趣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勇次郎却上前一把拉住了齐玉 齐玉强大的实力让勇次郎忍不住 想要和其成长一番 面对这种变态的请求 齐玉毫不犹豫地拒绝 见此勇次郎也松掉了手中的衣服 对着齐玉的脑袋就是一拳 因为被他勇次郎看中的男人 还没有一个完好无损的离开 对着齐玉 不贼